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缺儿哥 今天大家伙可是真来一招了 缺儿哥今天给大家伙制作 无任何添加剂的鸡精详细制作方法 从此让你吃的健康 吃的放心 下面咱们就开始操作 干香菇准备60克 然后加入温水 把香菇淘洗一遍 因为香菇是天然晾晒 有很多的灰尘和杂质 必须给它清洗一遍 好 然后咱们放到小盆里边备用 把干香菇用刀给它切一下 给它切成小颗粒状 咱们放入锅里边 咱锅不加油不加水 把香菇先煸炒一下 把香菇里边的水系给它炒出去 把香菇炒干 咱火不能开大了 一定要小火慢慢炒 缺儿哥的香菇保持小火炒了大概5分钟 现在咱们用手这么一回勺 鲜香味非常煮 然后咱把香菇再倒回码豆里边 大家会听听声音啊 已经炒得非常非常干了 再准备100克干虾皮加入清水 头洗一遍 把虾皮的咸味给它洗掉 然后咱们装干水分 然后咱们锅里边不加油不加水 咱们把虾皮炒干 再准备20克紫菜也放入锅里边 然后咱们把炉火开成小火 这个环节啊 大家会就不能着急了啊 就慢慢炒时间短了不行 虾皮和紫菜 缺儿哥炒的大概能有5分钟左右 看什么 现在已经哗哗来了 把水分炒干了 待会看看状态啊 用手印的虾皮和紫菜就碎了 这种状态 视频露到一半 虾儿哥呀出来露过脸 如果大家我手机还有电的情况下 希望大家呀能给虾儿哥 视频的下方大拇指 给虾儿哥送一个免费的站 虾儿哥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 哎就可以了 哎 然后咱们把虾皮还有紫菜 放到料理机里边 再把炒好的香菇 也一起放里倒 盖上盖打开开关 搅成这种粉末转 就可以了 让咱们装到盘里边 在碗里边咱们放点香菜末 再点一滴香油 再放一炒咱们制制鸡精 混炒煮好 咱们往碗里边一装 虾儿哥用制制的鸡精 做了一碗馄饨 咱们先尝尝汤的味道 虾儿哥可以负责你说啊 非常不错 无论咱们炒过菜呀 或者冻个汤啊 用咱们制制的鸡精 味道都非常鲜 关键是什么朋友们呢 咱们知道这里边放什么了 而且全部是天涯的鲜味 没有任何添加剂 咱们大家吃的放心 吃的健康 那么好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 能给大家伙带来一点的帮助 希望大家看完视频 能给虾儿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 虾儿哥在这里边 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